大家好,这里是剧探先生,我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故事 电影名叫《大红灯笼高高挂》 19岁的年纪,孩子本应该在大学里放肆青春 宋莲却被继母逼着嫁了出去 原因是父亲去世,家里供不起 才会让只读了半年大学的她辍学嫁人 长得愁有钱和长得帅没钱之间 宋莲选择了前者 炎热的夏季 宋莲一路上听着缠叫声来到了丈夫陈老爷的家里 大院里,有个叫燕儿的丫鬟正在洗着衣服 宋莲上前,打算洗洗自己有些脏的双手 当燕儿听到宋莲是四太太的时候 脸色瞬间就变了 宋莲也不是什么吃软饭的 一个下人敢这么对自己 还不得让她多做点事 按照符上的规矩 各个太太的屋外都得挂着红灯笼才行 红灯笼一点意味着当晚要伺候陈老爷 就像古代时皇帝翻绿牌一样 除此之外,事情的人还要被佣人捶捶脚 捶完脚才能伺候的老爷更舒服 当晚,陈老爷准时来到了宋莲的房间里 他很满意宋莲的外貌,身材和气质 不由感慨了一句 这养学生就是不一样啊 一番云雨过后 陈老爷终于得到了满足 好不容易打算休息了 来了个佣人敲门 说是三太太得了疾病 老爷不去就得死的那种 大半夜的这么折腾 想必这三太太也是个难缠的主 陈老爷走后 宋莲拿起灯笼 站在镜子前看着以为人妇的自己 不禁流下了眼泪 新婚第一个晚上就没留住自己的丈夫 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此日 佣人敲响了宋莲的房门 说是要带着她去拜见一下 老祖宗和其他三位太太 大太太比较佛 无心和其他几位太太争宠 毕竟自己年龄也不小了 没必要 宋莲走的时候 大太太不由感慨了一句 二太太卓云很是热情 丝毫不介意有人和自己争宠 也不怕自己失宠 她唯独就恨自己肚子不争气 生了个女孩 初来乍到的宋莲 对这个友好的姐姐充满了好感 走的时候都带着灿烂的笑容 现在就只剩昨晚半夜 将老爷骗走的三太太了 这三太太名叫梅山 以前是西班里的名单 戏唱的好 长得也漂亮 还知道如何留住陈老爷 陈老爷平日里非常宠这位三太太 这事从昨晚就能看出来了 宋莲跟着仆人来到了梅山的院子里 却被告知梅山身体不适 不宜见客 心中有些不爽的宋莲 瞪了一眼梅山的儿子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有人给她带来了一位侍女 好巧不巧 这侍女就是燕儿 燕儿和昨天一样 对宋莲的态度非常冷淡 且没礼貌 宋莲本身在梅山的就受了气 这下心中更是不爽了 于是她各种挑刺 一下说她没戏头 一下又说她头上有狮子 反正你让我不爽 我就要让你多做事 背地里 燕儿在没人的地方 往宋莲的衣服上吐了几口痰 发泄不满 到底为什么燕儿会这么排斥 这位新来的太太 说到底还是人女情长的事情 之前陈老爷曾经宠幸过她一次 原以为四太太会是自己的 没想到半岛上被人给截糊了 原本可以从下人变成太太 宋莲一来 这事算是没希望了 到了用餐时间 众人都端坐在饭桌旁 除了迟迟还未过来的梅山 卓云向两人介绍了对方的身份 不过他们互相看不顺眼 也懒得假意问候 宋莲为了给梅山一个下马威 故意不动筷子 引起陈老爷的注意 按照府上的规矩 前一晚点了灯的人 次日是可以点菜的 宋莲点了个菠菜豆腐 陈老爷便立马吩咐厨房去做 一旁的梅山简直白眼翻上天 饭后又到了要点灯笼的时候了 意料之中 这天晚上伺候陈老爷的海市宋莲 和大婚之夜一样 半夜又有人来敲门了 依旧是梅山的佣人 宋莲知道梅山是装病之后 才不会让整边人又跑了 那你过去吧 以后也别到我这儿来了 听到这话的话 陈老爷要是还走 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一大清早 宋莲和陈老爷还在睡梦中 突然被一阵唱戏的声音给吵醒 这想都不用想了 肯定是梅山在唱呗 宋莲走过大半个城府 才找到了在楼顶唱去的梅山 梅山看见他后 停了下来 两人小吵了几句 宋莲自然是没讨到一点好处的 他哪里说得过牙尖嘴里的梅山 宋莲刚打开自己的房门 就撞见了陈老爷和燕儿 拉拉扯扯的画面 他的心中 总算是知道了 为什么燕儿会这么不待见自己 宋莲向陈老爷发了通脾气 陈老爷是谁 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老爷 平时耍点不痛不痒的小信子也就算了 还敢冲他发脾气 这不 这天开始 陈老爷就再也不来重新宋莲了 烦慢的他在院子里到处溜达 意外发现了一间上锁的房间 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 卓云看见他后 将他带进了自己的院里 宋莲想起刚才看见的那间屋子 便随口问了一下卓云 卓云听完这个后 大惊失色 那间屋子被称为死人屋 之前死过好几个女人 都是上吊死的 不吉利 卓云盯住宋莲 有空就来院里找他玩 千万不要去那间死人屋 这天 梅山主动来邀请宋莲和他一起打麻将 排桌上的除了他俩 还有高医生和他的朋友 洗牌间 宋莲的麻将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弯腰去解麻将的宋莲 意外看见了梅山和高医生调情的一幕 他没有揭穿两人 而是继续排局 接下来的几天 宋莲靠着自己曼妙的身体 将陈老爷的心又勾了回来 宋莲仗着陈老爷的宠案 不顾规矩 硬是要在房间里吃饭 这可把梅山给气坏了 某天 宋莲突然听到了一阵笛声 他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发现是一年轻小哥 这位小哥是大太太的儿子 陈家大少爷飞浦 他的笛声勾起了宋莲那躁动不安的心 他也想吹 自从嫁人之后 他都没有吹过自己的笛子 可是翻遍了所有的东西 宋莲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笛子 平日里会动自己东西的人 除了燕尔就没别人了 更何况 他现在还拦着自己不让进他屋 心中一定有鬼 燕尔的心中确实有鬼 只不过 这个鬼指的是他自己点的灯 宋莲没管他这灯笼的事 还是找到笛子比较重要 笛子没找到 却找到了一个被挣扎的小人 宋莲想起来 燕尔根本就不识字 这小人肯定是别人给的 果然 一番询问后 这小人竟是最为亲切的二太太 卓云给燕尔的 宋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没想到卓云竟然这么恶毒 陈老爷一看宋莲的脸色 就知道他不开心了 一问 原来是为了那笛子的事 那笛子陈老爷早就烧了 哪里还找得到 这可是自己死去的父亲给的 这么重要的东西 说烧就烧 宋莲心中不可能不生气的 陈老爷最受不了的 就是别人给他摆脸色 当晚就去了卓云那里 此日 卓云找到宋莲 让他给自己剪剪头发 自从知道扎小人是卓云的之后 宋莲就能听出卓云的话中话了 表面上 卓云说自己如何敬重陈老爷 实际上他就是在炫耀自己得宠的事情 宋莲气不过 拿起剪刀就给卓云的耳朵剪了个口 梅山知道这事后 一点也不奇怪 卓云的蛇蟹心肠他早已领教过 当初他和卓云同时怀孕 却被卓云下药 险险没了孩子 快要生的时候 卓云又花重金给自己打了催产针 在梅山之前生下了孩子 只可惜他生的是女孩 梅山生的却是男孩 梅山知道自己斗不过卓云 这才借了宋莲的手去对付他 梅山语重心肠地告诉宋莲 一定要生个男孩 不然很难再就活下去 宋莲将梅山的话记在了心里 于是他装作怀孕的样子 将陈老爷想了回来 有了孕妇这个身份的加持 宋莲还不得加把劲报复卓云 不过 怀孕这种事满不了多久的 这不 映儿就发现了宋莲没有怀孕的事情 他找到卓云那儿 将宋莲没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他 卓云没有将此事禀报给陈老爷 而是拐了个弯 让陈老爷将高医生叫来给宋莲检查身体 这一查 宋莲假怀孕的事情不就暴露了吗 陈老爷知道这时候 大发雷霆 直接将宋莲院里的灯笼给封了 封灯可是大事 这意味着他再也得不到陈老爷的宠爱了 要不是燕儿告状 宋莲假怀孕的事情怎会暴露 宋莲当着大家火的面 将燕儿屋里的灯笼全部丢了出来 这下好了 燕儿的事情也跟着一起暴露了 府上有府上的规矩 一个下人做出这样的事 就是对各位太太的不尊重 大太太决定以老规矩办 也就是乏贵 下雪的日子里 在屋外待一会儿都显冷 何况还一直跪着 很快 燕儿就因受凉过度 没了性命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 宋莲找不到可以让自己寻开心的东西 只能偶尔站在二楼听眉山唱戏 经历过风灯的事情后 宋莲体会到了死人屋里上吊的那些女人的想法 在这个大院里 她们根本就不像个人 还不如死了算了 宋莲二十岁生日这天 吩咐下人给她买来了很多酒 她将心里的不痛快 全部发泄在了酒精上面 大少爷飞浦回来了 她给了宋莲一样东西 作为生日礼物 宋莲没有收下 于情于礼 这东西她都不该收 飞浦走后 宋莲又喝了许多酒 喝醉的人要不是发酒疯的 要不是安静如鸡的 宋莲便是前者 卓云从宋莲的胡话中抓取到了关键字 眉山去找她那个想好的高医生去了 我有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眉山竟然和高医生有一腿 第二天 宋莲刚从梦里醒来 就听到了外面传来的争吵声 出去一看 是从梅山那传来的动静 原来 卓云昨天在知道梅山的时候 就带着许多人出门 在梅山和高医生偷情现场抓了个正着 陈老爷回来后 派人将梅山关进了死人屋里 知道是自己间接害死了梅山后 宋莲有些过意不去 他悄悄跟在那批人的后面 等他们走后 才敢去到此人屋前 这一看不得了 梅山已经被那些人杀了 这一幕给宋莲留下的阴影太大 直接疯了 从那晚开始 宋莲每天都要点亮灯笼 然后放梅山以前唱戏的唱片 众人以为是梅山冤魂不散 回来找宋莲报仇 殊不知那是宋莲自己弄出来的 第二年夏天 陈老爷迎娶了自己的第五位太太 彻底疯了的宋莲穿着学生装 在院里走来走去 从上往下看 宋莲和四合院组成了一个囚子 这意味着宋莲的一生都被囚禁在这里 无法离开 或许 宋莲的下半辈子是一直疯着过下去的 也可能她会和死人屋里死去的女人一样 选择上吊自杀 就不得而知了 女人之间的明正暗道真是让人害怕 换做师妹在那个大院里 固执是活不过一个星期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 喜欢师妹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哦 拜拜